就是我学校刚毕业那时候 就相声慢慢就进入低谷了 不像我刚学的时候 那是最高峰的时候 后来慢慢滑坡变成低谷 就整个社会上甚至都没有什么相声 晚会上也没有这种形式了 大伙都不听了 改革开放后期进入来的这些元素也多了 什么流行歌曲 那是综合场 跳舞唱歌 霹雳舞 霹雳舞对手欢迎那时候是吧 就一个人上去就这么扭 就这么蹦去 那时候就特别火 但是一报相 马上就下去吧 就这样 大家伙都寻求那种刺激 这种就慢慢的没人听了 那时候几乎一报相 就往下哄 那是八十年代末 八六年八七年 就这样 几年的时间 就顶着这个声音往上走 那你不想办法 没法活 怎么克服 你当时 那时候你十八九 十七八 十八九 对 不想办法 没法活 那是所以才有什么吉他相声 什么以唱为主的那种 那都是那时候出来的 那你那时候唱什么 说相声 什么火唱什么 直接得催剑一无所有上来 完全本末倒置 你都想象不到 那时候就是你 就是低了着急的上去 就不轰你 你不低了着急的上去 就下去吧 我就 你还没听我说 那时候你还没听我说 你怎么知道好不好 我就你就不听 你就让我下 哎呦 特别难受 心里难受 就被这个现实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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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什么 对 所以人生 您人生第一阶段挺有意思的 在一个潮流 高潮的时候进入了 结果突然潮流没了 对 对 这个那时候作为从业者来讲 是很失落的 嗯 这对性格影响也挺大的吧 应该 这种 我倒还好 嗯 我不痛苦 嗯 嗯 我又 指这个养家户口 是不 但不痛苦 对 不痛苦 那时候就是玩的最欢的那段 嗯 哈哈 哈哈 想当初我师爷 高洪山先生 他是 北京剧团第一任团长 嗯 想当初是彭真 嗯 给的伟人状 电台采访 就说 高先生 您是怎么从一个 嗯 旧社会的街头艺人 嗯 嗯 发展到现在 大的艺术家也好啊 或者是 这个这个有名望的演员啊 嗯 这么有本事 这老头没有文化 嗯 啊 他就说 这姑娘 饿呀 太经典了 嗯 太经典了 那个年代的我 吃饭可以解决 嗯 即便没有演出了 就这么忍着的时候 几个哥们 学员班的 那时候还 吃完饭 喝完酒 把一小餐桌搁在这儿 自己还说着玩呢 嗯 啊 媳妇给录下 这就还 还过瘾呢 嗯 不说就不说呗 我自己能说就完了呗 啊 只是前途暗淡 我到底以后 怎么办呢 嗯 这个也是偶尔想一下 对 一看动物 全没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小时候一问 你想 长大想干什么 我当科学家 大部分孩子都跟 我当科学家 都那样 对 我跟那小时候 跟无数人说过 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动物 这孩子们想干这个 你说 大人都这话 你知道吗 啊 当饲养员 这是 对 人问我说 你养动物最大的兴趣点在哪 我就是看他们吃 嗯 看他们的生活状态 嗯 当这个动物一病了 赶紧叫兽医来 把兽医叫过来 我就走了 嗯 你生活里会害怕那种悲伤的结局吗 会的 嗯 不是 我很害怕 嗯 啊 小的时候 记得 最不爱看电影 嗯 因为什么呢 家里边大人带我去看 他第一个电影 就是麦花姑娘 啊 里边有悲惨情景 嗯 那个时候 我就蹲在椅子底下不看 嗯 就渗人 就害怕 从那以后就 不进电影 嗯 嗯 生活当中也是 远离 悲伤的事情 嗯 这个我还有办法 这个从心里把它剥离出去 怎么剥离啊 就不想的 就能不想的 能做到 能做到 嗯 嗯 最起码可以做到 瞬间不想的 嗯 嗯 就是当这个事 没有逼到你眼前的时候 你可以不想的 想过吗 为什么这么害怕 这些东西呢 就是心里的那种美 嗯 根深蒂固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心里的那种美 就是想象的那种美 根深蒂固了 你可以做不到那种美 但是你可以想得到那种美 嗯 当你想到的时候 你会非常高兴 嗯 嗯 而且很怕那东西破掉 对 很怕那东西破掉 嗯 嗯 那现在那个心里那个世界 最美的场景是什么样子 最美的场景就是给我营儿放在深山老林 嗯 哈哈哈哈哈 发现它 又把它定为宠物 所以它血统里 还带有宠物的 所以从最悲惨的命运 突然跳到宠物的命运 对 我身上这么多心理 经历非常丰富 比如说您整个90年代 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 你觉得像是你迅速的衰落 到后来就 甚至没有声音了 像您师父 像石先生 他会怎么安慰您呢 他经历过这么的一个祈福 咱们的如日中天 然后你这么年轻 就直接进入这么一个时候 他会安慰你吗 不必 也不会 因为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这个现状就是这样 安慰有什么用 安慰你要不接受 白安慰 你要接受了 那也只是这样 你慢慢你就只能接受 你有什么可安慰的 都是成年人 对吗 谁不知道谁啊 不必 这些现状你必须接受 就这样 你着急吗 不着急 慢慢来 相声的兴衰荣辱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吗 他也不欠我的 我也不欠他 对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我们真火了 清晰的感觉 2005年的下半年 在田桥剧场演出 三天的演出 我们下午三点多钟到剧场 晚上七点半开演 三天的时间接待了70多家媒体 那个就开始怀疑 还不能确定 开始怀疑我们自己说 咱是不是要火呀 这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说从04年到现在15年 德云车发展这么快 然后呢 因为所有的组织都变为它的复杂性 这任何组织都一样的 人的这些关系什么之类的 这种特别正常的补充 您是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 还说不应对 对 已经制动 你就别想 这不是你想的事 而且你想了也没用 你既不是管理者 你又不是主导者 你又把控不了人的思想 那么你说 你让他不闹这矛盾不可能 或者你让他这件事情不发生 不可能 那么发生了 你就调解不了 你何必跟着操理心呢 我觉得人最大的一个事 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事 你不要管别人 你说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你把自己做好了就行了 对 因为您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切是云淡风轻 水稻渠成 但人生是没有完全云淡风轻 水稻渠成的事 后面都能带较劲的 这只是个选择 对 因为你承受不住你的 所谓的名望啊 声誉啊 突然的到来 给你的冲击很大 说具体点 就是那个时候想的多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要怎么样啊 我该怎么样啊 或者我应该怎么样 才能不被人说什么啊 才能保证我这个怎么样的 那时候想的多 其实想这些东西 是为了把自己营造的更好 后来想明白了 或者怕失去一些东西 对 这个名声的问题 我就怕他崩塌 我很怕他崩塌 所以造成我现在 就把我应该打造的人设 就是我自己 这个永远崩塌不了 就城市是最好的方式 对 这个永远崩塌不了 但是即使人生做任何事情 都会有 在城市 都会有非常不舒服的时刻 但是就像 现在确实在社会上 有很多事情 你确实给你造成 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你要确实得容易 但是在部位为你底线的时候 也就罢了 你可以做一些让步 你比如说 微博 你可以通过微博 感知无数的负能量 就说 这叫 咱们老北京说 就是什么人都有 所以这个什么想法也都有 他完全就按着他的意想来形容你 然后他 想出来你这样 他就开始骂你 就跟你真这样的 我就想关闭微博 但是呢 你又确实 微博给你带来很多 在你专业上面的 你的想法 你的输出 你的各方面 包括你的宣传 什么的 这个咱们开车不公的 人家就要求你这个 造成你不好关 或者你就下狠心 关了 关了呢 就这方面取舍问题 你衡量半天 得了 受点伤害 受点伤害了 别关了 就这样 人在这个社会上 无非就是你说说别人 让别人说说你 也对 更何况你在风口浪尖上 你在镜头前面 你在公众视野之内 那么你就更是 这所谓叫名利场 试飞圈嘛 对吧 你有名利场了 你必须要沾这试飞圈嘛 对吧 实际上你站在这 你肯定有一半钱 是挨骂的钱 包括上次 咱俩吃羊蝎的时候 聊那个 你说其实你最想的 躲在深山老林里面 自己来着 人世间什么事 让你那么烦呢 要躲开 躲到那去 让我特别烦的 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我追求的 可能是更纯粹 不是一个相对纯粹 这可能说的有点过于的太那什么了 太鸡汤了 一会儿再聊 上厕所喝啤酒喝多了 我觉得游戏精神是对很多事情的 某种意识的反抗 是对很多不可解决之事物的 你说逃避也好 反抗也好 他们都存在 西方是更愿意去强调内心的碰撞 我觉得中国式的反而是 要把自己内心藏在这些玩意儿里面 似乎在寄托 寄情于山水或寄情于不同的东西 寄情于小毛小狗 寄情于那个什么 结果我们也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但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 我们得琢磨做这个民主 我觉得都是瞎说 这是很有意思的民主 但这种探讨 进入中国式的语境 变得很可笑 因为大家别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你的这种讨论会变得很奇怪 但我觉得这种讨论会变得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们面对生活 不觉得很烦 功力压抑 我们要创造一个游戏的世界 那我们在一个充满娱乐的世界里 为什么不去创造一个 去寻找意义的次元呢 它也是一种自由 它是另一种自由 其实人生当中没有这么多可聊的 说好啊 听得很开心 刚才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说这个有点过分的鸡汤了 觉得就隔阂大了 对 你就要说一些哥们的话 说一些朋友之间聊的话 哪怕就 我觉得在这个场合 你带点脏字啊 或者这都不算过分 但是你不是用这话 就不能表达你的想法 对吧 你敢表达你还表达 还是本真的东西 你要多露出来一点 你要说相对比较的来讲 我还是这个社会关系不太 那什么 虽然可能我能够应付 但是我还是不太愿意 染到这里边去 对 这个行业又是这样特别复杂 人工人之间都是 都复杂 对 对 您对人是怎么判断的 您看有人通过语言 有人通过他的行为 或者他的感受 你就是您对你来说判断一个人什么方式 我是这样是 我往 完全往好处了想别人 如果这个朋友是坑我的 我坑 我还坑的机会很多 他坑我一次还不行 他坑我两次 我就会远离他 但是 我刚接触的这个朋友 我首先认定的是 他是我朋友 他一切都是为我好的 我可以说 我把所有人都当朋友 哪怕这是一个小偷 他只要不偷我 他就是我朋友 我有九肉朋友 我觉得九肉朋友特别重要 因为在你有压力的时候 去一帮人能够陪你喝酒 能够聊天聊得很畅快 这个是你一个解压 是你一个得到快乐的 一个重要源泉 相反的 能够给你人生启发 能够说一句话 让你受用半辈子 就这种朋友不会多 也相对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我用不着他给我启发 我自个儿就启发了 对吧 而且他给我启发 魏建德能真的启发到我 我也 魏建德能够按照他说这改 对吧 就跟有人说 那个 于老师您跟郭德纲 你们会互相的沟通 互相的 他有什么 你说说他 你有什么他说说你 我说不会的 我们互相最多的是 融合和包容 你能不能包容他 他们能不能包容你 只要能包容了 你们俩就合作的很好 你说你这点不对 他要不听呢 你们俩 他要听呢 听与不听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对吧 都是成年人 我的思想就是这样 那么合作的基础 也是你靠说把他调教过来 或者他靠说把我调教过来 都不是什么好方法 而且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也不会长久 对吧 其实本质上人都是很难改的 对啊 都特别固执 江山一改 秉静难移 你刚才是九十朋友 怎么看待这些友谊呢 就什么样的友谊 让你觉得特别的珍贵 或者男人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能够敞开说话 不担心被误解 被判断 对对对 能包容的包容 不能包容的远离 或者有时候 这都不牵扯到两个人交朋友 对吧 毕竟你媳妇是你媳妇 我媳妇是我媳妇 对吧 你爱好瘦的 我喜欢胖的 这不是重要的 你对一个事情的理解 你可以干这事 你可以不干这事 你不会强迫我干这事 我也不会强迫你干这事 这种朋友 是最重要的 最可贵的 但是这种朋友 必须要经过时间 必须要经过接触的事情 想说以前我不是 我的性格是不求别人 别人求我可以 我不求人家 我也不跟人提出我的想法 你要帮助我一下什么 或者是小的大的 都没关系 不要 我把自己封闭的很紧 后来慢慢改了 这转变怎么发生了呢 就是说我发现 当你不求人家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人家真正 能不能接受你 因为你只有把你自己抛开了 让他看到 然后或者就 那中间就是通过事 是 对吧 我这个事 徐老师你得帮我一下 好啊兄弟没有问题 过两天 徐老师说 兄弟你这事 你得帮我一下 好啊没有问题 那么中间就试探出来 你的底线在哪 我的底线在哪 你什么事可以干 你什么事不能干 那么有这个来 就是互相了解的过程 你如果没有这个 永远是大爷 你好我好大家好 都是面上的 到最后过事过不了 这个准备是什么 大概什么年龄阶段发生的 十年之前 到不了 六七年之前 五六年之前 慢慢的也是 其实也是放松了 某种意义上 对 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求你 或者说 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 剖析给你 就是因为怕 你看到 我的弱点 或者是你看到 我的缺点 那么 我要不怕 我彻底放下来 我就是我 对吧 我有缺点 我不怕你看到 我这缺点也不太致命 要致命我早关起来了 对吧 那么你了解 你了解我的 同时我了解你 那不就挺好 这也是一种自信 这是很大的一个坎 就人过这坎 就很舒服很多 对 这样就放松了 但是你说 这么一个乱玩 自得其乐的人 然后包括是这么开心的一个人 为什么反而会 你觉得是封闭起来的 把自己 喝着聊 喝着聊 来吧 饿了就先垫吧 其实相乡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障碍 也是没法解决的障碍 就是没法系统化的一个文字性的东西来搞传承 一切都是刚才说咱们的耳污染 最后的终极目标 你第一是要被行业内认可 第二你还要被观众认可 这两方面还缺一不可 是 你光被行业内认可了 不行 观众不承认你 你光被观众认可了 行业内不承认你 这玩意叫什么 两个坐标嘛 对 你把那点子抓住吗 都不行 刚才我老说 知识机器有好些不该说的东西 不便说的 你要承认自己的出身 向上就是街头文化 你登不了大雅之场 或者你登的大雅之场 你也是代表街头文化 登的大雅之场 对吧 就是所有说 你不能认为观众是错的 观众喜欢什么 那就是对的 那么就是说 你本身行业之中的人士 你到底用 没用你专业的特点 来抓观众 再反过头来 就是说 你掌握没掌握 你专业方面的优势 对吧 现在二人转火 火遍全国 你就用二人转的方式来说相声 你可以火 二人转 咱们说有朝一日 不这么火了 那么你用二人转的方式 你还说不说相声了呢 对吧 包括现在 等于说有很多孩子们用 东北口来说相声 我也可以说 孩子你这个二人转的东西多 里边相声的东西少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不必驳斥 也不必骂街 对吧 你看不起二人转 不是 一个行业要用自己行业的特色 来抓住自己行业的观众 那么这是你的观众 就是你的 跑不了 对吧 这跟现在粉丝不一样 这种粉丝文化 现在听的可能也不是相声 对吧 看的是颜值了 你像我们这种 还有活路没有 那不也得有活路吗 但你有巨大的粉丝群呢 不是 也得吃炸铁面吧 对吧 你得保证这炸铁面天天有吧 你不是说 哎呦 我今儿我长得好看 都过去了 那不是啊 你老不老啊 是 你但凡出于皱纹 马上就那什么了 但凡你今儿没化妆 牛脸就不懂你了 您说这些 年轻人 他们都认同吗 不认同 不认同 有认同 你说这道理都认同 但是在做法上 他未免就偏差 嗯 嗯 毕竟那个便捷 是 嗯 对吧 嗯 毕竟 我使用这手段马上就能见效 嗯 你要是 踏踏实实 砸相基本功 你得砸多少天 嗯 这玩意采访就不能喝酒 一喝酒说 就说真话 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我给你听一歌啊 太好听 我以前跟他们听过 北野舞不是唱 也说满财的吗 特别落魄 然后俩人想一块穿一样的皮鞋去 反正只能买一双钱 那一歌就没有 唱这我挺感动的 太好听 那你给您看那歌词上 我们谈了梦想 你看这个 特别好 特别动人 要是发给你 只有两个观众们去尝试 这么一个乱玩 自得其乐的人 然后包括是这么开心的一个人 为什么反而会 你觉得是封闭起来的 把自己 这跟小时候的家庭环境 和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环境 就关系很大 这个尤其是在人生观确定的时候 就那几年 可以说从五六岁 一直到十几岁的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家庭环境的影响 我是不是跟父母长大的 我跟姥姥长大的 我家庭里边 我姥姥有五个姨 我妈有五个妹妹 我不缺爱 我也不缺关心 我什么都不缺 得到最多的就是这些 但是同时带来的就是监督 就是唠叨 你想这五个姨 仨女人就一台戏 我这两台戏跟我耳边 这个监督唠叨 你不应该这样 所有我小时候做的事情 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 我别给人留到口实 我别给人留下一个抓住我的把柄 如果给留一个能刀搂十年 你想想这几个女人 对吧 说点什么 你看上次那个 你怎么样 你看之前 以前那个 我要留下这一个把柄 哪怕小的 他们都倒了我一辈子 我尽量不留下把柄 我尽量保住圆滑的 表面这个东西 所以我很大一部分精力 是用于自我保护 用于收缩 我要把自己收成一个小团 没有刺 没有可挑剔的东西 我不放大 所以造成的这个 这么小一天 那爱的专制 爱专制那一面就出来了 是吧 爱的暴政 对 那真的对小孩挺不容易的 挺难的 而且你必须有这个小世界 荒角于从小世界 你才抵抗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 这不是幸福童年 这是不幸的童年 实际上有不幸的一面 是啊 他告诉你的事 你什么都能干 但是在你干某些事情的时候 他有一百个道理 告诉你这事不能干 而且他还不急 他用道理告诉你 所以你这一点 你就特别不理解 你怎么选择都对 对吧 只要你不犯法 不违规 不过什么都对 我现在想喝茶 这个不行 这个想喝茶 当然喝茶 没有问题 是吧 好的饮料 但是小孩这里有个兴奋剂 什么茶碱 对人 你就你喝白水吧 不行 我想喝茶 我尊重你的决定 其实喝杯茶也没有关系 但顶多了 就晚上睡不着觉 对吧 但是呢 但是你肯定喝不上吧 就当他用所有的东西 全是道理 来给你弄这些 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特别繁长的过程 而且当遇到别的事的时候 还会拿这个举例子 这就给你脑子里边就深刻的印象 我千万不能再喝茶了 巨大的心理因应 对 我千万不能再说不同意的什么什么什么事 然后呢 自己滋生的就是 你看我长大喝茶也给你瞧瞧 我儿子 我三岁就让他喝茶 我看看到底他 睡得着觉睡不着觉 他长得大长不大 他一方面收多自己 另一方面滋生技术兴许 滋生逆反兴许 所以你也特别讨厌那个说教的人 说教的事情 对 是吧 讨厌这个 而且呢 到现在尤其是 特别不能受束缚 当你有一点要约束我的时候 马上弹性就起来了 对 其实这是你生活的底色来 主线来的 逆反这个事情 对 我之所以发展到这么大 就是因为小时候养个狗 人跟我说 养个鸽子 人跟我开压 你刚夺的岁时候 你就养个狗 你就天天提个笼子养个鸟 你退休了吗 我就说我凭什么要退休才养鸟啊 对吗 是 就哨一样子 为老先睡 我就给你们看看 我救他 年轻了我就养了 这打鱼摸一下 耽误庄点 那好了 我就中庄就吃房页 我看上去怎么着 对 您的 是 感谢观看